自己打進來 高勾手沒得命中 高打板沒得命中之後 沈移過來急停的中距離 可惜沒有命中 李悅如搶下籃板 二次進攻 先走步了 往裡給 給 給到韓旭 內線有機會 但是李悅如 之後給到張如的三分 沒得命中 但是李悅如搶下籃板 二次進攻打成 高宋的兩分沒得打成 李悅如搶下籃板 老宋 把內線單打 籃板被李悅如拿下 繼續長傳之後 孫立宇 擊地給到李悅如 勾手沒能打進 底角有三分的機會 沒能投進籃板球 李悅如拿下 繼續找內線要李悅如來打 但是 倒地的機會 自己帶進來之後 內給內 想給 要給到李悅如之後 再回回來 小拋頭 順桑兒 出籃板球 順桑兒 這次三分也沒得命中 但是李悅如搶下籃板 反手 走 走過來 找到內切的小寶 造成殺傷 漂亮 這次內蒙的追分啊 非常的犀利 非常迅速 追回來了 只剩三分的分差了 如果兩罰打進的話 兩罰中一 高壽自己面對 李悅如的中距離 沒能打進 最終球全被內蒙古能信拿下 李悅如的中距離出手 那麼這邊楊淑宇身上也是有三次犯規了 反攻的機會 前場二打一 李悅如 這個姿勢像是焗火燒天 想要扣一下 但是沒有扣進 焗火燒天 小雪彤突進來 自己上 沒得命中 繼續找 往裡給 找李悅如 先犯規了 兩分的分差 沈宜自己打進來 頒平了嗎 沒有 籃板 被小寶拿下 造成了犯規 敵罰命中 兩發全中 兩發全中 空時間尾利 四川隊防得很好 回到黃四進這邊 兩人在若策的 連續的短傳 打進來 兩分沒有打成 李悅如闪下籃板 裁判享受失意 有犯規情況出現 李悅如再次站上罰球線 你看這一下 李悅如是直接在三個人 不要有提前進線或者踩線的動作 兩發全中 等落陣地 李悅繼續推進來給韓旭 但是這一下 基地 基得高了一點 被 小寶 兩分 打 打進來兩次罰球 很有可能就會 就將殺死比賽啊 關鍵的罰球 敵罰命中 兩罰全中